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沒有TPA的人來 肯定是古德來 接著又不唱歌 那你覺得觀眾朋友是不是會很失望 不會 不是TPA的人來 但今天TPA有比賽 所以大家看他比賽都夠了 OK 好 那今天晚上的超級聯賽 今天是5月26號 然後是例賽的第五天 也就是第九場跟第十場 那在比賽開始前呢 我們當然現在就趕快來看一看 今天晚上的兩場賽事的賽事這個時間跟對戰組合 那我們看到今天晚上的對戰組合在第一場的部分呢 第一場八點整這一場要打的是由曼谷巨人隊 來對上吉隆坡獵人隊的比賽 那這一場這個很有可能是 又是一場非常驚心動魄的史詩戰役 史詩戰役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然後呢 接著是今天晚上第二場的比賽 九點整呢 台北暗殺星對上新加坡先鋒 這就是Garena超級聯賽的兩大門神 期待已久來到第二周的這個例行賽 第九場跟第十場終於是由門神來對決 門神來對決 對 因為GPL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很多玩家都在問說 到底什麼時候台北暗殺星會跟新加坡隊打 那在第五天的時候把這次的賽程排進來 當然這是他們兩隊的第一次交手 後面還有很多次機會啦 所以不是說只有這次打完就沒了 因為是畢竟是一個聯賽的部分 好 那在今天比賽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看一下現在的戰績表 那現在戰績表也是聯賽第五天 大家可以看到說 在四十場的 全部四十場的比賽之中 現在是由台北暗殺星跟新加坡先鋒取得了三勝 是並列為第一名 那第二名呢也是也有兩位 就是西貢小手隊跟馬利亞獵鷹 這兩個隊伍取得一勝 那是在第二名的部分 那還沒有開湖的兩支隊伍就是 吉隆坡獵人隊跟曼谷巨人隊 就是今天我們八點鐘第一場的賽事 所以今天的這場比賽過後 一定會有另外一隊也開湖 這對 就是他們原本這個對上其他隊的時候 在勝率上面來講 目前可以看到是 到目前為止是零勝 那今天晚上這兩隊一隊打 就總有一隊會贏 總有一隊會贏 所以總有一隊會開湖 那也就是說呢 在今天晚上的賽事 這個第九場的例賽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聯賽的 這個這個首先出現的這個 車尾的隊伍跟這個 首先終於開湖的隊伍 那開湖這支隊伍當然就會很開心 今天晚上應該可以是吃一下慶功宴 對 而且現在第一名的也是 台北暗殺星跟新加坡 那到底台北暗殺星可不可以在賭走 在地表上面賭走 也是今天的第二場比賽 那昨天我們請到Toys在這個地方做 這個特別來賓的時候 他已經放話說 今天要給新加坡先鋒一敗 所以今天這第二場的比賽呢 到底是不是台北暗殺星能不能夠 而且說三十分鐘結束 對對對 沒有結束我們就可以跟他要個宵夜 到底能不能夠對線 因為這個放話的時候對線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呢 兩隊曼谷巨人跟吉隆坡獵人的選手介紹 然後畫面上可以看到呢 這個就是今晚 今晚的曼谷巨人隊的出戰名單 那曼谷巨人隊其實他們在開幕賽之後呢 有進行這個選手的更新 選手的更新 所以其實現在已經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今晚要來出戰的名單 我覺得好像這個照片也有換新的的感覺 對 就是有幾張有換嗎 就是看起來比較亮的感覺 對對對 感覺是有新照片 那這個新的照片 有沒有新的氣象 今晚究竟是曼谷巨人 還是吉隆坡獵人可以開湖呢 接下來看完了曼谷巨人隊的選手之後呢 我們要看一下的是吉隆坡獵人隊的選手 在吉隆坡獵人隊的選手方面 選手是 這個都還是之前登板過的選手 那都算是認得 我覺得這幾張面孔呢 都還算蠻熟悉的 那吉隆坡獵人跟曼谷巨人 這是另外一隊這個開湖候補選手 那現在兩家 等於是說 兩家都在聽牌 還沒都 就是兩邊都還沒取一勝的狀況底下 我覺得今晚應該是他們會蠻拚的啦 因為再怎麼說 這一場打完以後 你看今天兩場 今晚兩場其實都蠻激烈的 就是打完以後呢 聯賽排名第一跟聯賽排名第六都會出現 我覺得這個很驚人啊 因為排名第一這兩隊是要爭的嘛 那暗殺星跟新加坡先鋒 是一定要搶這個排名第一 那這個避免被擠到排名第六 我想這兩隊應該也是會非常這個 這個怎麼說 全力以赴 對 沒有人想要當這個聯賽的第六名 就六支隊伍打 那沒有人想要當這個聯賽的第六名 所以我覺得今晚全力以赴是一定要的齁 對而且我覺得就是兩邊其實在之前的比賽都讓我們覺得說就是有點保守的保守過度的感覺 對稍微 有優勢的時候並沒有發揮自己的優勢 然後反而就是互相繼續農兵就是 還會有上一次說農到五百隻兵八十分鐘這樣 就是我覺得在今天的打法 那場你也沒一波你們耿耳壞幹什麼我都沒有講 對 就是說要不要如果說他們今天的策略有種就是替換一下一下看會不會 因為我覺得他們幾乎如果每一場都打這麼長的時間 自己大概也知道說是什麼時間的時候把自己的優勢給輸掉 那看會不會今天會讓我們說如果快攻或者說一些比較創新的時間 因為這兩隊基本上都是打比較保守 但是保守到最後那真的就是變成說哪一次會再一輸 然後就整盤就送給對方 就是我覺得你剛才說到一個重點齁 就是實際上掌握自己隊伍什麼時候有一個龐大的優勢 其實是應該要進攻就該去進攻 那像是一直保守到最後這很奇怪 這就好像是把這個你在輪盤上把你所有的 錢都壓在一個紅或黑上面 然後接著一把就會輸光光 就是不是一般兩瞪眼的打法 我覺得很奇怪 應該說如果說你一直龜 一直龜雙方都是用龜的 都是理論上感覺好像打比較保守比較不容易輸 可是終究到最後遊戲越拖越長 那時候復活時間越長 對 那復活時間越長那就是等於是說你輸一次會戰 那你整盤遊戲就要送了 那為什麼不再有優勢的時候 好好的去發揮這個優勢 這確實是 哇 這邊看到曼谷巨人隊很有趣 他BAN腳BAN了三隻中路 BAN腳BAN了三隻中路 然後加上吉隆坡獵人也BAN了兩隻中路 這是中路大戰 那已經BAN到這種程度 結果吉隆坡獵人是放走了聖 然後放走了聖 讓曼谷巨人給選到了聖 聖 每次聖出來就負面大家就會討論說這個角色的OP程度 當然至少在現在的比賽 不管是說國際賽或是現在的聯賽之後 聖被放出來通常那一隊贏得進去是蠻高的 但是如果都是在打保守的狀況底下 那這樣其實我們就沒有辦法保證說聖 因為聖在後期 就算裝如果濃起來的話 他再繼續如果是分腿 但是傳過來的話如果全部都是滿裝 那通常都是變成說 不是說哪一個角色很厲害 因為大家都滿裝 就變成說誰失誤先被對方抓到 主要是對型跟失誤的問題 那就變成說不太像是說有角色 因為有角色優勢的關係而導致這種比賽勝利 對但是聖的特性比較在於說他具有分推的能力 那基本上來說即使是未來版本把聖的飛的距離給改短 其實他還是一樣保有著一個分推的能力 只是分推的有一個極限 就好像匿命跟夜曲一樣在做分推的時候 其實因為這個飛行距離的關係 會有一個分推的極限在 那未來聖也可能會獲得也會得到這個極限 那這邊很有趣的是聖選完之後呢 集中破獵人這裡是選了奴奴跟夜曲 一樣是擁有一個全球的能力 全球的能力 那我覺得在這個地方選出夜曲 我覺得是一個相當適合的選擇 因為你不拿 你不拿那肯定曼谷巨人隊是會拿夜曲的 然後再一樣是夜曲跟聖的比翼雙飛 那沒有人受得了 那沒有人受得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拿腳有點算是被聖逼出來的 就是拿夜曲有點算是被聖逼出來的 但是只要他會玩夜曲倒也不是什麼特別的問題 對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也在想說 對方拿了聖之後要怎麼去做反制 所以說拿了夜曲其實也是個不錯的反制 因為大家覺得16級之後 那個飛行距離也是滿遠的 雖然說不像是聖是全球流 那但是至少他也可以去擋一下 如果是對方在推中路 聖在下面推的時候 那夜曲也是可以在下面 下面幫忙負責去做阻擋的一個動作 而不是說他必須要在中路跟對方互打 就讓聖這樣子爽爽的推下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聰明的策略啦 因為如果你不選一個一樣具有分推能力的角色的話 你只要一進入中後期 你會被聖分推到受不了 對 這是常見的上次有一盤比賽是 被分推到直接收尾 就是被分推之後呢 中間是四個人開啟會戰 跟對方四個人對四個人開啟會戰以後 然後聖過來變成五打四 然後一波收工 那場比賽也是印象深刻 所以 基本上來說是要有同等的分推能力 去面對這個聖的分推 我認為這是一個好選擇 然後這個時候又是露露登場 我發現 果然是就像我們講的一樣子 聯賽裡面其實大家還 這些隊伍還蠻喜歡用露露的 對 露露就是 沒有被ban的話一定會被選出來 但是 如果是跟台北愛上前 他通常都是把露露ban掉 那是選不出來 那在選出來的狀況底下 如果是按照這樣子的配置的話 那他應該是走 support 但是 可能要等他們選完才知道 因為露露其實也是可以蠻多樣化的 走上 走中 或走下 走上的話 雖然是走AD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不會走AD 因為走AD的人 跟走露露下路比起來 就是比較少一點 那我覺得在東南亞服 這次為什麼會這麼紅 那就是因為他在中路的 賴線能力 跟緩速 緩對方的能力 跟 或者是說在下路 當support的時候 可以幫助自己家Jungle 更容易的去抓到對方的 那個動向跟人頭 那我覺得可能是走中路或走下路 會比較 可能性比較大 這裡看起來是 這裡看起來是因為他們有一個support 然後有一個上路 對 所以感覺確實是 中下二選一啦 那我覺得 露露 這個在角色 適性上面來講 要做一個普通的射手 其實不是很適合的角色 因為他本身在這個進攻技能上是比較少的 好像他的Q技基本上來說很長 但是 比較偏向這個刺AP比較重的技能 那你如果是讓他當射手用的時候 這個Q的威力就普通 那果然你看這裡是選了一個 但這裡其實也不一定 啊 扣格魔也有可能跑中路打AP去 其實 其實也很難說 但是 如果你一定要我說這個 露露是中 露露跟扣格魔誰適合中誰適合下的話 我覺得還是讓露露去走中 然後扣格魔走下 可能打起來是 會比較有威力的一個打法 因為露露如果是 當作一個純射手 打到後期 我在 絕對在威力上面來講 是有點堪率的 比起扣格魔在後期那種 無比的威力 那加上扣格魔跟努努是一個非常好的搭檔 所以我覺得這個 下路應該是 可可夢加努努 應該沒意外的話 然後其實 其實我覺得 曼谷巨人的選擇 的陣容 倒是蠻標準的 倒是蠻標準的 因為像是塔利克加上 塔利克加上葛雷夫的威力是不錯的 然後中路這邊呢 是來頂住這個對面的法師呢 用加里歐是肯定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擇應該是 他們陣容比較一般一點 對 而且曼谷巨人隊的幾乎都是大男 除了那個塔利克以外 其實他們 其實塔利克也蠻硬 對 塔利克本身也蠻硬 其實幾乎就是五個都是 蠻 五個大男型的角色 那反觀 呃 其中波獵人這邊 露露跟 露露跟 扣格魔是比較偏效於 對 比較軟 比較軟一點點 然後 Nunu如果是做support的話 當然也會比較軟一點點 那我覺得 這邊唯一說起來可以比較 呃 比較軟 比較軟得起來的話 大概只剩一瑞莉亞 或者是 呃 葉曲 但是 葉曲就是說 如果要出坦裝的話 他衝到後排 就完全沒有攻擊力 那如果不出坦裝的話 那只剩下一瑞莉亞 但問題是一瑞莉亞 通常也是要衝後排的 那這樣子要去打什麼 打 怎麼樣去保 誰要來負責保後排 那誰要負責去衝前面 我覺得可能是吉隆破獵人比較 呃 要去先想的這個問題 在吉隆破獵人的陣容方面 看起來可能是 打算用努努念大絕 跟加上陸陸的控場技 硬控住這個中段的位置 可是我 稍微有一點點堪率 因為我覺得 呃 曼谷軍人的陣容 看起來真的相當的硬 而且你也時時刻刻都要提防 加里歐閃現大絕 破壞掉你所有的一切的陣型複製 而且破壞掉之後 那再加上加上 加里歐的大絕 再加上 呃 緩 緩 緩的 那被緩的時候的時候 其實葛雷夫可以輸出的時間 就非常的久 那更不用說 塔利克再放他一個暈人 或是說 那是不得了 因為我覺得在前中期來講 像是扣克摩加上奴奴 這樣子的一個配置 其實前中期 本來就很有可能被塔利克加 葛雷夫給壓住 塔利克跟葛雷夫加起來的威力 定到之後 葛雷夫墊鋪上前一個Q 然後追著你 窮追猛打 如果有大絕再補個大絕 那其實是非常的痛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 滿堪率的齁 在吉隆坡獵人這邊 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那當然 是 話不能說死 但是我是說 這個在陣容配置上看起來 在曼谷GN隊是比較舒服一點的一個配置 再加上奈利魯斯的GANK的話 那更有奈利魯斯 我們之前 雖然說不常出 但是前幾天比賽 我們也有看到 那出來就一出來 被暈到被環到被勾掉 一定必死 好 那在這個比賽開始進行之前 我們這裡要宣布說 今天有一個好康可以給大家 今天如果你跟著我們 看完GPL的賽事的話 有一個好康可以給大家 現在看到畫面上的這個 沒錯我們今天跟Razor的粉絲團 有一個有獎增達的合作 有一個有獎增達的活動在 那麼今天的題目很簡單 今天的題目是 曼谷巨人與吉隆坡獵人的比賽 兩隊的擊殺數比數是多少 那是在遊戲結束的時候看這個擊殺比數 這不是一個預測活動 這是一個問答活動 所以你不用現在急著到Razor的粉絲團去留 那這是Razor的粉絲團的名稱 就是Razor Taiwan 然後打在下面 那大家就是按個讚以後呢 就可以去這個有獎增達留言 那有獎增達留言 今日的獎品是Razor這個X光T恤 這個T恤非常的可愛 就是穿上去以後呢 彷彿被造出肋骨一樣的一個雷澤的T恤 那麼呢 題目非常簡單 顯示在畫面上剛剛已經講過 那在這邊再為各位重複一次就是 這場比賽結束的時候的擊殺比數 那麼所以你只要看完今天的比賽 這第一局的比賽看完之後呢 來到Razor的粉絲團 然後去按個讚之後留言 留言就有機會可以抽中這個T恤 我們今天總共準備了三件T恤在這個地方 對 因為Razor台灣已經把題目 已經放在他們粉絲團上面了 那已經看到有很多人就興高采烈 開始瞎猜 對 瞎猜 然後有第一個 我剛剛看了 那時候第一個人就隨便亂猜個30比26 然後下面每個人都複製貼上 然後都以為比賽已經打完了 這不是是 應該是說 等到比賽結束的時候 趕快先去留言 那但是也不用搶第一啦 也不是說你搶第一就 那這次是用抽的 對 那這次是用抽的 所以我們真的要看說 你正確的比數 我覺得大家參加活動的時候沒有看起來真的非常好笑 對 那個第一個人是瞎猜的 然後他猜33比26 他是瞎猜的 然後比賽都還沒打 然後呢下面每一個人都以為這是正確答案 然後其實也沒有去看 然後就一直布置 沒錯 然後我就看到已經看到 我剛才看到題目貼出來 已經有這個十幾二十個33比26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比賽還沒 沒有打 打都還沒有打 那不知道是 搞不好神預測 如果33比26 那真的 那第一個 一定會送他一件 我可能要請他來幫忙 預測各個國際大小賽事的擊殺比說 我覺得他有點強 對 我覺得他有點強 所以 這是 以上是今天跟這個Razer這邊 有一個活動 那我們後續呢 還會有其他活動 像是 據說 還有Razer這邊的 電競配備跟滑鼠可以抽獎 所以 如果大家是我們 Garena超級聯賽的觀眾朋友的話 就密切注意我們的節目直播 跟這個月南真打的活動 都很簡單 我們都是採用這樣的形式 所以你不需要瞎猜 然後也不需要這個搶答 都不需要 那就是 跟著我們的節目看完 然後上去留言就可以了 好 那比賽現在來開始 現在比賽開始 大家看到藍方這邊 是曼谷紀元隊 那在子方的部分 是吉隆坡獵人 那這樣子的配置可以看到說 雙方都是應該是想要平穩開局 那因為之前有說過 兩隊都是打比較保守的 所以我覺得 冒然去打一級會戰 在這個戰術裡面 應該是 比較 不常出現 如果說這兩隊來講 那如果是說下一場 我覺得就是 可能會直接開打 相對於 兩隊比較保守的戰術 那 就可以看說 如果是說穩穩開局的話 那可能大家雖然說 沒有辦法看到一級會戰 但是還可以看到說 五個人幾乎都戰成一線 那其實這樣子就是標準的說 我想要防對方來 那就算對方是兩三個一起過來 我馬上可以看到 那也可以知道說 他們的動向在哪邊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防守局的開發 對那 曼谷軍人隊這邊是 非常一直線地 站在這個河道入口處 那 在 吉隆坡獵人這邊 因為上路的這個 三叉草叢 這個是 比真之地 那是 伊瑞莉亞在這裡負責站哨 伊瑞莉亞負責站哨 那站這個 站這個 這個 兩點到四點的哨 是有點辛苦的 對 因為其實他這個站的位置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如果通常我們要去偷紅的話 不會冒然地從 對方的野區 就是 飼鬼這邊直接走去 馬上會發現 因為通常都是走上面 啊上面如果那個 上面的 有一隻腳是抖在裡面 而且還不早點走的話 通常都是 也很有機會是可以把他抓掉 對 那像昨天的 TPA的那場對局裡面也是有類似的狀況 就是 新加坡先鋒隊的對局裡面有類似的狀況 也是 五個人衝上去 然後上路那個三叉草叢 退的太慢一點就交了flash 對 那雙方的jungler都是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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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 也就是說打完 這邊打完要看 大蒂魯斯有沒有選擇 二級gank上 有沒有選擇二級gank上 那我覺得因為兩個人 搭配起來是有兩三個空場 跟如果是 那蒂魯斯如果gank上的話 其實是有一點機會的 但是他這邊是選擇往紅buff打 那這樣就變成說 接下來的gank就會發生在 夜取清完二十之後 看他會不會去上路做一破的gank 對 那在前期的部分 Iria就是比較弱勢 並且上六之後才能推兵 因為我覺得 雖然說 生這個角色非常的op 他可能會一直被打 但是上六之後 其實你還是有辦法反制他 你有想辦法 你吃兵推兵推的比他快 把兵推到塔下面 就迫使聖 就只能在塔下撿兵 如果可以打做到 這樣子的一個目標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說 克制到 有克制到聖的這個效果 不用說把他殺死 這個時候已經來到這個地方 夜取 來到了上路 繞到草叢裡面 只要Iria上去跟聖拼一破 那麼聖在這個等級呢 絕對自信打得過Iria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兩邊會交手起來 兩邊會交手起來 這時候Iria 應該要想辦法幫幫bate一下 這一個暈起來之後呢 也許還是沒有動作 暈起來也許還是沒有動作 那到底 是要等聖把他的嘲諷用出來嗎 可是Iria如果要再bate下去的話 我覺得血量就偏低了 這個時候把聖暈起來 然後聖是用嘲諷來逃脫 這個時候吃到恐懼 交出閃線 躲回塔下 那這一下子沒有dive進去 所以聖是兩格血 然後成功的逃脫了 對應該剛剛是要Iria在等 如果自己的血量比勝少的時候 才要發那個暈眩的招式 因為剛剛好像發現說 如果這血比較多 它通常都連出來都不出來 只是說在帶閃線的眩 雖然說我們之前都一直說 帶鬼步比較好 或是帶虛弱比較好 但是這樣子的話 帶閃線的話 好像也在這邊發揮不錯的效果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這個時候中路有一個 看起來是可能的gank 可是我覺得納蒂魯斯那個位置 再加上兵線推成這樣子的話 納蒂魯斯那個位置 是不太可能去gank到露露的 那這個 這個交流是用這個 Hellboy的這個造型 我覺得這個造型還蠻不錯的 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在這個 播比賽的時候稱讚造型好看 因為我覺得造型好看 對於這個 自我感覺良好 非常重要的一環 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最強我最好看 因為 其實因為有些選手 總是覺得說 就是 對於自己會玩腳 因為其實這個比賽 是什麼造型大家都可以拿出來放的 所以也是 選手要拿什麼 其實都是可以的 所以可以看到說 有些平常不太看到的造型 都會在這個比賽中看得出來 對那 好這個時候看到葉曲 是已經繞到這個地方 站在這裡 其實已經被眼睛給看見了 那 只是呢 萬古巨人隊這邊 退的感覺似乎 比較慢了一點 比較慢了一點 連伊瑞莉亞都teleport來下路 那這個葛雷夫應該是活不成的 好那 但是呢 teleport下來之後呢 只有傷到葛雷夫 那上路聖應該就要有一波的狂推 這個時候呢 其實龍出了 但是在這個等級 老實說龍打人 應該對他們來說 是有點太痛 感覺 吉隆坡獵人是沒有要吃龍的意思 他沒有要吃龍的意思 這樣TP傳下來說 當然說沒有拿到雙殺是有一點點虧 相對於 小虧 這個說實在小虧 因為聖在這個時候就大農特農 然後推兵禁塔 其實你看他已經開心領先伊瑞莉亞十隻 對 伊瑞莉亞十隻 伊瑞莉亞雖然是 雖然是取得一個人頭 取得一個人頭 但是老實說如果在 你看喔 他已經領先了這個 這個是 十隻左右 那再被推兵禁塔 如果再掉的話 其實伊瑞莉亞也沒賺那麼多 尤其這條龍並沒有賺到 龍並沒有賺到的狀況下 我覺得 其實沒有很賺 而且現在推兵禁塔之後 又可以再傳回家補裝 更重要的是伊瑞莉亞把他的 呃 TP給用掉 但是聖的六級也即將來到 那等一下會不會直接往下傳的時候 那 這個是 慢了一步 慢了一步 對那等一下就變成說 如果是直接A進去可能已經打到了 對 就變成說等一下的六級如果說 下面要打一波的話 就變成說聖可以去支援 那伊瑞莉亞就不能去支援 好這個時候努努其實是感覺打得蠻壓迫的 這個用他的冰球一直在前線做壓迫 不過他已經快要OM了 他已經快要 欸塔里克的暈是CD還沒好嗎 這個其實可以打他一波 CD好的話這樣子 暴盾再加上暈的話 葛雷夫一波是一半以上的顯示沒有問題 而且努努是沒有辦法反擊 對因為努努其實 這個暈就是有點時機沒有對到 其實跟葛雷夫之間的溝通也要做好 就是說我要暈了那兩個人搭配好 可以配著打一波 我覺得這個時候納蒂魯斯其實已經來到這個地方 可是伊瑞莉亞大絕開過了 伊瑞莉亞的大絕是 好這個時候開啟了 所以感覺應該是 欸 往回衝 然後把納蒂魯斯暈了一下以後再閃現出來 那相當驚人 對 因為其實剛剛開大絕的話應該是 我覺得邊跑邊刷應該是 邊跑邊刷應該是刷得掉 應該是說他被抓之後怕說會被 他怕被納蒂魯斯再勾回去 但是其實納蒂魯斯勾的CD應該是 他可能要走回塔下才被 喔喔下入這個地方 好像一波灌下去 扣個摩就是已經是 貧血要回家了 對 因為其實可以剛剛說其實 呃 葛雷夫應該知道自己的威力 其實根本是不弱 因為剛剛其實我看到 努努一直站在非常深的地方 跟塔里克跳恰恰 那個塔里克暈加暴盾 然後葛雷夫全都是物理傷 被暴盾過後 努努根本彈不住這麼多傷害 我覺得 那是頗有一個機會 而且其實在葛雷夫這邊 甚至身上還有點燃 甚至還有在點燃 所以我覺得 剛才要 如果努努走那麼深的時候 只可以考慮給努努一波 他應該是根本回不起來 而且那時候努努也是沒有魔的狀況 對 只能交閃現 那你可以把閃現逼掉 如果說你點燃省下來 然後把閃現逼掉的話 那絕對是一個賺 現在可以看到說 Iraria把吃兵術給追了回來 那這樣子的話 那其實剛剛小魁也就還好 因為其實上六級之後 最重要的是 剛剛我有講過 就是直接上六級之後 就是兵一直往內推 那往內推 你勝的話 你竟然再怎麼快 你還是沒有辦法同時間 打 吃掉這麼多全部的小兵 因為畢竟還是會被他打掉一些些 那如果是能繼續持續 這樣子的方式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Iraria後期會比較有用 而且你把小兵推進去 那如果 有摸到這個地方 如果是 夜取之後不小心的話 中 中 他的大絕呢 現在才有閃現到大絕 那剛還是可以直接大絕 我覺得 對方沒看到你 你在草叢裡面 直接大絕按下去 然後大絕完炸一下 以後 Q加W應該就 Q加E應該就升天了 我覺得 怎麼 好像慢了一點 然後就要閃現出來 這時候三個人包上路 Iraria 這到底能不能逃得掉呢 這三個人包上路 然後勾 這勾出來有點幫他逃跑了 好的 大絕進來 然後是要塔下一個 大絕好 這夠 傷害是夠的 所以這一下大絕沒有問題 因為這三隻角色都很壯 這三隻角色都很壯 那下路這個地方 回到下路 可以看一下下路 如果癡兵其實 Coco魔六隻六隻 然後 葛雷夫是六十五隻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雙方感覺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剛剛上路也許 被擊殺掉的時候 Iraria沒有往後退 我覺得是蠻驚訝的 因為他有看到 應該是有看到說 兩隻都去包 包完應該就是會順道 去上路 我看他完全沒有退 還是跟順的打得很開心 那可能是 隊友之間的溝通 對可以再看一下 重播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一開始剛才 以為要放大 沒有放大之後 閃線過後到了 也是跟著閃線開大之後 被納蒂魯斯跟 一起擊殺掉 然後就應該是有看到說 往上走 紅霞路這個地方 是聖飛了下來 但是塔里克聖 一滴血已經被點燃燒死 然後呢 這個聖的嘲諷 沒有命中任何東西 Rulu也在這個地方 Rulu也在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上路 Iraria又Teleport下來 所以下路是一個 三打三 納蒂魯斯並不知道 草叢裡面有人 特別的小心 那這個時候好像是 要選擇撤退的感覺 加里歐也在埋伏在這個地方 你要等對方待撫嗎 我覺得等對方待撫 這個發生的 霍燃率有點低啊 霍燃率有點低 對 其實剛剛我覺得 應該是有看到 因為在轉的時候 眼其實會露出來 所以才不敢冒然的 進去探 Face Check 只是說現在這個地方 Iraria繼續站在這邊的話 可能就有一點點 浪費時間的感覺 因為對方都已經 退光光了 因為看起來好像斷線了一樣 斷線 是不是呢 是不是因為這 這 這彷彿斷線 有沒有 有沒有那種感覺 看起來真的很像 如果他是在 喔喔喔喔喔喔 他演技真好 喔 他演技真好 都退了 為什麼不趕快 順便來這邊吃龍呢 真的是 演技真好 演斷線 有點強 這個時候吃龍 感覺是 因為其實加里歐 加里歐其實已經有大絕 只是沒有閃現 那這條龍 看起來是順順的 給解放破獵人給吃了 解放破獵人給吃了 然後吃完以後 就是 現在是下路回來農兵 這個 伊瑞里 其實現在 我看他這樣連續下來飛兩次 那可能會有個隱憂就是說 通常我們都會讓他農到 大概 兩百隻兵 一百五十隻兵到兩百隻兵 都覺得說 才給他出關 對 才給他出關 就是這樣子的打法還蠻少見的 現在就是下面要幫忙的時候 也不是說下來就馬上殺得到 就馬上傳下來 只是說 因為你看現在上面的塔 又被推到一半以上 現在才十一分鐘而已 那這樣子的話 就根本就是讓聖在上面打 聖其實剛剛飛下來的時候 也是因為看到伊瑞里 下去還才跟得下去 因為通常我們都是講說 聖看到危機往下飛 那對面的話就會 如果聖沒有帶來TP的話 那就可以依照這樣子的情勢 因為你也沒有辦法到下面去幫忙 所以就趁機也去推上路的塔 只是現在好像就是立場相反了 就反正都是有一點 我覺得他剛才是 因為剛才聖你好像沒 他剛才是飛下路嘛 其實他也飛了 只是他離開的比較早 我覺得伊瑞里亞在那邊 這個演斷線的時候 其實花了 多花了一些時間 讓聖可以回到上路去多吃幾隻兵 其實你看到聖又是有機會 把吃兵拉開到這個十二隻左右的狀態 那在裝備方面呢 甚至出了一個賢者之石 然後好像他有魔力一樣 這個是出了一個賢者之石 然後還有一個龜殼 是已經雙跳潛 而且看到他的一個暴擊拳套 看起來感覺好像還要再出一個第三個跳潛裝 而且取真這個時候其實埋伏在後面的草叢裡面 然後飛上來 盧盧盧盧盧往前再捏一個大捲 我感覺這一個dive double kill應該是沒問題 對 那剛剛提到跳潛裝 我記得好像是也是史丹利完勝的時候 也出過三跳潛這件事情 然後就開始亂飛 然後飛到最後回家就有一件大裝 對 只是用口袋裡面拿出一把三象還是什麼 對 好這個時候納蒂魯斯Gank上路了 那這一下沒有勾到人卻勾到牆 其實 有了飛過來了 有了飛過來了 啊這 趕路 對 啊 趕路 唉 飛過來也不是要幫忙擊殺 就是說 趕路 啊 對 那這樣的時候 解魔獵人順勢的先把下路塔給推掉 那在13分鐘把下路塔給推掉的話 那因為其實現在其實下路的寇格魔吃兵數大概也約100隻左右 而不是說已經農到很後面 那推掉之後就看完說 你現在這麼快的時間把下面塔推掉 那就是想要說讓對方沒有誓言 那就可以去幫忙gank 那就要看說 下面的寇格魔跟 努努到底會不會去做幫忙其他路gank 下路這個地方的精彩重波後 我覺得這個努努閃線上前的這個念大絕的位置還不錯 不過 其實也不見得真的要閃這麼深齁 我覺得看起來這個雙方的傷害的比值上來講的話 其實可能未必要閃這麼深啦 那但是這個dive double kill當然還是蠻好的齁 在吉隆波烈人這邊其實下路拿到這兩個頭蠻補的 你可以看到他已經是暴風了 一把暴風了 那葛雷夫相對的還在兩多籃跟一個狂戰血 那其實裝備上是有一段 一小段差距啊 差一把暴風不能說一小段啊 其實是這個一大把的差距 對一大把的差距 那上路這一個地方是勝持續的來領先 伊瑞里亞持兵數加上他有兩件跳前裝 其實在經濟方面來講的話應該會領先伊瑞里亞相當相當的多 那這個地方是可能是Stanley流齁 那等一下就回家掏三項出來那你都嚇一大跳 對 因為這樣子 那沒那麼快好大概 我覺得在一陣子因為他現在兩件 然後還差一件跳前 如果他再買一件跳前起來 然後讓他跳個十分鐘應該就是從口袋裡面拿出一把三項 那至於在他跳出一把三項之前呢 他隊友要等多久這個是比較難說一點 那這個時候是三個人要來這邊是有打算要做上路Dive的打算嗎 因為其實雙方Jungle都Early Oracle 那這個地方是被勝沒有變身到 那被勝是成功的用嘲諷衝了出去 但是進塔下以後是三人的Dive 那由於陸陸的大絕加了血量 加上他是這個中路他的等級比較偏高的關係 我覺得上路這個Dive是打得挺不當的 對 因為其實剛剛其實已經變勝 之前已經被他跑掉一次了 那這次是三個人來 通常三個人來做Gank的話 就算是要塔一下 等到敵方跑到塔一下 還是會繼續幫忙做Gank 那同時建議把上路塔給清掉 當然因為剛剛看到說 有三隻角色在上面的話 那下面的部分 曼谷巨人隊也是把下打給推掉 那上面好像應該是要繼續推 那下面的話 下面這邊有要繼續推嗎 應該也是要繼續推 看起來也是要繼續推 因為對方那時候繼續推其實是RECORN 來不及擋的話 那繼續推就是一個比較合理的選擇 但是只可惜雙方這樣子互推的時候 是曼谷巨人隊會多損失一座中塔 這個整體上來講 曼谷巨人隊是虧的 虧的那集中破裂的人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已經零先快五千塊了 其實這經濟差距不可視為不大 其實我覺得有點嚴重 這個戰術繼續推到內塔去了 這已經推到中路的內塔 然後上路冰銀塔也一半 這個曼谷巨人打起來是很傷的 這個中路的內塔也沒了 然後現在來RECORN 其實塔 你看塔推塔的數目已經是被走到2比5 那這一波整個推下來 其實這個經濟到五千 那集中破裂的人隊就快樂回家買神裝 買神裝出來揍人 你看這個扣給摩他已經是一把暴風 那這一波回家搞不好是掏一個IE出來 那曼谷巨人隊是受不了的 對 因為其實剛剛原本是 呃... 捷龍波獵人隊其實只推大概一座 下面一座 然後剛剛在瞬間就推掉四座 上面兩座跟中間兩座 但是曼谷巨人隊這邊其實有推掉下面兩座塔 那真的是非常的虧 對 所以這個打下來你可以看到 這個現在開金錢給大家看齁 其實... 呃... 已經贏家裡歐這是多少 大概是一千五百塊左右 已經贏家裡歐一千五百塊 那葛雷夫也不用說 葛雷夫也是輸這個差不多的數目 所以...兩邊都是輸這個...一把暴風的錢 假設兩邊都是輸...中下路 兩個carry都輸一把暴風的錢 你就知道這個對會戰的影響有多嚴重 不過現在是悶在這個... 躲在... 呃... 捷龍波獵人的視線外 然後閃線上去一個大絕齁 這一個打得非常的漂亮 那曼谷巨人隊這一波打得這麼漂亮之後呢 現在看到的是... 伊勒莉亞衝進去要來秒殺葛雷夫 可是沒有用齁 因為聖會給葛雷夫一個保護 然後接下來就變成是... 曼谷巨人隊的追逐戰了 因為... 其實...呃... 吃完那個大絕以後 這一波會戰對於捷龍波獵人來對... 對來說就是有一點沒希望的 因為他們剛才其實... 還沒有完成這個回家買裝 尤其你看像是... 我們剛才正要說 寇可夢應該可以買...買個神裝出來 但是... 他其實還沒有買他 還讓他繼續去農 所以他...他根本還沒有買齁 那...這個裝備就沒上去 而LULU這個方面是已經有了明火齁 已經有了明火齁 但是... 我覺得...這個... 會戰上來講呢 剛才是曼谷巨人隊保護 因為... 最主要大會... 會戰開得太好 對 會戰開得太過好 所以... 其實他們幾乎是完全無損失啊 現在可以開心的把這條龍給吃了 但是一口氣追回快兩千 一口氣追回快兩千 其實這一波的話是... 集中破獵人就... 大虧大虧 而且... 剛剛就是最重要的是... 扣個魔啊 他真的是... 完全不知道中央底下往下走 那竟然還用到自己閃線跟Clean的直尾 要躲個大絕 而且那個時候還有一個聖在旁邊 一直追著他 變成說沒有辦法輸出 那反觀葛雷夫旁邊有三大男 保護著他... 呃... A的很開心啊 還看到說夜許跑夜許開大 衝後排 那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說的 他一衝後排 隊友沒有辦法跟上 又有個大男站 擋在前面 就變成說... 就讓葛雷夫打得非常高興 那其實你自己也愛摸能住 那伊瑞利亞更不用說了 他前面有擋...擋了兩隻 那他也沒有辦法 他只能暈前面那隻的狀況底下 而且剛剛在嘲諷的時候 家裡有在嘲諷的時候 而且我剛剛忘記是誰 是還走到他的嘲諷裡面 給他打到大絕 那真的是蠻賺的一件事情 對那... 基本上來講這個陣容 就跟肯伊斯古德尼在賽前的時候 預測的差不多齁 就是在大男站的方面 他們的這個前中後場的控制 都非常的有利 好他們這個... 這個前中後三段的這個陣型的控制 都相當有利 那... 反觀是吉隆坡獵人 他們真的是有一個 保後排無力的障礙在 尤其是伊瑞利亞跟 也許都上去衝... 衝對方後排的時候呢 那完全是讓自己的兩個carry暴露在外 現在是吉隆坡獵人 也想要以其人之道環制其身啊 是全部躲在這個草叢裡面 奈何呢 下路只有一個塔里克 只有一個塔里克 他不會出去了 別開玩笑死都不出去 他這輔助啊 對 死都不出去 光是一個扣格魔就夠他瘦了 所以這個完全沒有要出去的意思 那所以... 吉隆坡獵人 是稍微又浪費了一點時間 那現在是要回到中路來推中的味道 對 那剛剛我們就有提到說 優勢的問題 那剛剛其實吉隆坡獵人 提了一個很大的優勢 推了四座塔 只是說 在剛剛那個瞬間 就是為了想去拖吃點冰 其實那邊那個時候也沒有冰 那其實龍應該是說 想看一下龍好了嗎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一眼 但是你不插眼 你用直接用走的話 就會發生說 一小個失誤 反而是讓對方追現 要全部躲在這邊 哇 再次是躲在這個地方 可是這次沒有閃現齁 但是上來就是要抓掉這一個 有先知的奴奴奴 這個人頭三百塊跟先知的四百塊 就怎麼是送了 好 那這一送送七百其實 又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其實雙方在金錢差距上 已經被縮小 那這個這個送七百 那其中的那個四百塊 是在金錢上看不太出來 因為先知是花掉的錢 這是看不太出來 但是這一送送七百 真的是讓差距又更加的縮小了 而且其實剛剛在第一次會戰 發現對方 這一口又是要來一個 但是伊瑞莉亞算是交一個閃現以後呢 是避過了這個危機 不過上塔感覺是保不住了 對 曼谷軍隊現在幾乎也在 剛剛 不知道為什麼就想要打一個團戰的方式 那剛剛才其實 第一破壞戰 集中破壞的人應該有知道 他們已經幾乎都五人走在一起了 甚至他們還是一樣就是走分散路線 要分推火是幹嘛 這樣的話對於曼谷軍隊來講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你要這樣繼續落單 那就一個一個慢慢抓掉 那反正我的葛雷夫也可以在下面快樂 這個推塔 反正你就讓我單抓的話 那我就繼續 分推 把優勢再 把優勢繞回來 那唸一個大絕是成功了 逮到了奴奴 奴奴 這樣子倒下了之後呢 其實我覺得 獵人隊感覺有點難繼續纏鬥齁 經濟是 終於被曼谷軍人隊給追平了 追平了 那這幾次這個 加利歐的大絕都唸得相當的好 我覺得是留下來一個蠻深刻的印象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團隊合作是有表現出來 那非常喜歡就是四個人在轉角 那個視線死角的地方 然後再一口氣衝上去 然後帶這個加利歐的大絕來打 我覺得是打得相當的漂亮 對 那這樣等於說 連剛剛忽然是第三次的Nunu 兩次單抓被殺 然後加上褲子毛的第一次被殺 那我覺得解剖獵人 是不是要調整一下自己的策略 不要再這樣子想要分推 而且現在看的眼的數 眼的數量其實也不是說非常多 在自己家裡面也只有一隻 一隻兩隻而已 也不是說很亮的 這樣子的狀況底下 你還是要去做分推 那是隨時是都有可能 在黑黑的陰暗處 就看到四個大腦 然後五個大腦就馬上把你給抓送回家 寇可摩的裝沒有我想像中的好 剛才其實賺到這麼多 那其實 裝其實是沒有出上去的我覺得 現在在經濟上被曼谷軍人隊快追到了 那人頭上也已經被反超 然後在農賓上面來講 也不是特別的優 那我覺得 吉隆坡獵人是 浪費掉了一個自己剛才大優勢的地方 其實是塔樹也已經被追回來了 對 沒錯 就是剛剛史福成說 這裡有一顆眼睛 有一個眼睛 那蒂魯斯 眼角瞄到這個綠眼 然後把它給拆了 那是由曼谷軍人補上眼睛 我覺得這個補眼補得相當的勤快 然後加上現在是 只有曼谷軍人隊有先知在親眼睛的 在視野上呢 已經是由曼谷軍人隊掌握一個主動 而且說要玩分推的話 我覺得曼谷軍人隊也比較適合玩分推 所以他們也有一個聖的大絕 但是這樣來看的話 那在基隆坡獵人如果不想辦法 因為其實大家現在他們的戰術也很的 執行的很明確 就是四個人走一起 另外一個走旁邊 那就是等你進來 然後我就送你回家 那或者是說可以繞後背去 跟聖來做個禮應外合 把對方給夾起來 因為都是在大南鎮的狀況底下 我覺得有本錢這樣子玩 但是要看說 結果獵人到底要怎麼反制 因為其實他們那個曼谷軍人隊的 攻擊的目標跟戰術就非常明確 我就是永遠就是四個人走在一起 你要馬就給我們打個會戰 你沒有的話我就一直把你塔推掉 對 因為其實現在來講 團戰已經是對基隆坡獵人太不利了 因為主要受制於家裡有一個大絕 然後苦無破解的方法 因為其實在這邊的話 這個硬CC其實頂多就是陸陸的變身 陸陸的變身看能不能把它變掉 不然的話 其實這裡是缺乏能夠斷家裡有招的人 對 沒錯 你可以看到這裡完全沒有人可以斷家裡有的大絕 那玩這家裡有練大絕就很穩了 因為陸陸變身其實也有危險 那只要他嘲諷的時候目標有嘲諷到陸陸的話 那連唯一的血都沒有了 那其中破獵人隊就完全無法應付家裡有的大絕 那這樣子其實以團戰而言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而且同時間可以看到聖就是在做同樣的事情 其實每一場的聖都會做一樣的事情就是在下面 這就是聖的優勢 對 我們說的其實現在他的優勢 不是在這個對線或怎麼樣 是這一點實在太強 性能實在太好 以前在英雄聯盟裡面有三個角色可以做到類似的事情 現在只剩下聖一個人 其他人的升推都有所限制 有所限制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聖在當今聯盟的地位之所以如此 這OP 然後上個禮拜的聯賽的歷賽1到6 歷賽1號到6號是全部都變勝 對 百分之百變勝 百分之百變勝 那這禮拜是終於放出關 然後放他出來呼吸新鮮空氣 然後你就看到他非常開心的在呼吸新鮮空氣 對 而且他真的在新鮮 他沒有打啊 就一直在農自己 到處在呼吸新鮮空氣 非常的開心啊 中路呼吸一下 下路呼吸一下 那這個時候是把巴龍的眼睛拆掉 有所感覺 所以往這個地方聚集過來 往這個地方聚集過來 那應該是 會由寇格摩來丟丟大絕 有寇格摩來丟丟大絕 對 那這樣的話又要再騙對方 因為現在無打五的會戰的話 也是對吉隆坡聚不太有利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吉隆坡聚要贏的話 至少要是抓對方落單 只是現在Always落單那個人 都是勝的狀況底下 那就比較說也不會很好打 就也沒什麼好抓 因為老實說 有一支吉隆坡聚人隊的隊伍配置 就是第一個就是剛才講的控場少 控場少 那其實你看控場的數量來講的話 那幾乎是超多 不用講 然後家裡又有緩有嘲諷 然後塔利克有個暈 然後聖也有嘲諷 那就不得了 其實雙方在這個 CC的數目上是有一個顯著的差距的 那在CC有差的狀況下 你想要抓落單就不是那麼好啊 因為對方就可以把你控起來就走 其實你也拿他沒辦法 所以基本上來說 現在解放破獵人隊是陷入一個 沒有 不太具有可行的 就是 自勝之道非常渺茫的那種感覺 在解放破獵人隊 除非寇格摩能 在後面一直輸出到 會戰結束那還是有可能會贏的 但是前提是說他的終於要起來 只是說 現在好像是看起來是 葛雷夫 欸 還是一樣 應該是扣個摩的錢 扣摩領先一把狂刃 領先一把狂刃 那其實 只要給他做了紅雙刀的話 現在扣個摩就有很不錯的威力啊 這個地方又是 伊瑞莉亞抓到了單抓 然後夜取飛行扣牌 那是一個有趣無回的單程機票 伊瑞莉亞這個時候呢 也已經是耗到沒有血 那必須要逃走 結果是聖在後面一個人被抓死 然後加里歐呢 加里歐的大決念完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效果 結果是曼谷巨人隊遭到了殲滅啊 這一場會戰是 究竟打的是一個怎麼回事呢 因為剛剛聖其實沒有保自己後排 直接衝後面 那衝後面的狀況底下 那在另外一個部分 娜蒂魯斯也是在為了要幫 伊瑞莉亞你的血量啊 伊瑞莉亞先生 然後努努先生啊 你們兩個的血量 這有點抖啊 不要再過去了喔 這個再回到應該就是 這我有點怕 然後竟然是換寇格摩來坦 那是還好巴龍已經差不多了 結果導致這波巴龍打完要傳回家 好打完要傳回家 那這是我最害怕的畫面 就是那個巴龍打完傳回家 是我最怕看到的畫面 會有陰霾你知道嗎 對 巴龍打完 你說同樣的一樣 同樣的陰影 對同年的陰影 我每次看到巴龍打完傳回家 我就會有一種非常嚴重的 沒有他們是血掃才要回家 這次是血掃 好這次剛剛的會戰 其實是我覺得 這個曼谷巨人隊是聚得稍微密了一點 然後加上加里歐的大絕 嘲諷的時候呢 其實是沒有嘲諷 但關鍵的寇格摩跟這個 露露沒有兩個都吵到 那最後是寇格摩 給了寇格摩相當多的空間 那雖然Shane想要去單抓寇格摩 可是其實寇格摩的威力 是超出他可以承受的 因為我覺得 甚在他的裝備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也沒有真的那麼的硬 所以其實你看他是一件活斗 然後一件抹抗斗風 其實面對一個後期 然後有努努加速的這個寇格摩 簡直是超級寇格摩 在基本上來說 在後期有努努加速的寇格摩的威力 是整個遊戲的射手排行的頂級的 第一名的冠軍 所以被他射到 被他吐口水吐到融化掉 那是我覺得是很合理的結果 他最後一瞬間想要傳送的時候 是人還沒起 沒意見被射倒在這個寇格摩的面前 所以我覺得 這個應該是戰術的執行錯誤的感覺 是比較嚴重一點的 對 剛剛想要單抓 但是抓的人是伊瑞莉亞還是可以利用 結果沒抓死 伊瑞莉亞把傷害都吃光光 然後還閃現走掉了 其實沒有抓死 那你把火力統統都花在伊瑞莉亞身上 然後該抓的都沒抓到 那被殲滅也是可以理解的結果 那現在是由 極龍坡獵人 極龍坡獵人拿到了Buff之後 來下路做一個推線 在這個地方 要防守這個推線是不太容易的 只能盡可能把兵清掉 可是 可可魔 其實他有一個超常射程的器能 所以他只要能夠開來 還是可以一直瘋狂點塔 每一波小兵進來就有機會可以點塔 那到底能不能夠成功守住下路 這邊要看極龍坡獵人的進攻打得怎麼樣 其實我以為是要分推 那也許其實是在中路把兵線繼續壓過去 就是要耗 讓對方至少有一個人來守他 或是兩個人 那這樣的話下面就會推得更順利 那只是說現在其實因為其實對方的 分推就是聖爺去頂 然後雙方都是可以飛的角色 所以效果上來講就是 比較比較沒什麼效果 我覺得這個雙方都處於一種 分推比較無效的狀況 那因為現在主動進攻方式 就是極龍坡獵人 所以他分推的時候也許也不可能分得太遠 但是如果輪到 曼谷巨人隊來做分推的話 那聖跟其他隊伍是可以 他跟他隊友是可以走上下路的分推 這個就比較狠 對 而且現在好像又不推了 那不推的話 繼續在時間上去幫忙幫忙 結束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能是對 曼谷巨人隊有利 那因為 其實只有我們看得到錢啊 極龍坡獵人他就是不知道自己其實領先4千塊 對對對 就領先4千塊 然後寇可摩有IE加紅雙刀 那趕快出個4代 就可以把對方 就趕快出個水音4代 就可以把對方打爆了 其實 其實我覺得 是 可以不用打這麼保守 可以不用打這麼保守 那有巴龍不推 那就是等巴龍消完 那你就 又回去啦 對 因為其實 在現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硬要 dive也不是說不行 dive騙對方出來打 其實寇可摩的大絕 我覺得加上普攻也是可以耗到不少血 只是說現在 又要是 打Piece的話 那這樣可能就會浪費掉剛剛吃掉的巴龍 這個部分 會蠻嚴重的 因為其實 剛剛其實20幾分鐘的時候 吃到巴龍那個威力是很強大的 而且 沒關係巴龍要沒了 都做廢 那不用講 剛才那個巴龍什麼都免談了 那 就是 我覺得啦 他也 明明就有帶進化 明明就有帶進化 其實也沒有怕到那個程度 那 只保好寇可摩 然後 讓寇可摩對方 吐爆就了結 這個比賽就差不多了 我覺得 這已經 寇可摩完全成型 然後其實 葛雷夫是 差了一個 差了一個 黃霜到黃霜的這個升級 其實是有差的 有差 那尤其是 葛雷夫是 技能輸出 佔了差不多一半 然後佔了差不多一半 那 其實已經過了他的這個 壯年期 你看到他這個 逐漸是體力要走下坡 他已經13級了 13級 就是 越往後面就是過壯年期 你知道這個 越往後面就是越看普攻 那越看普攻 寇可摩就表示越開心 所以 其實是 葛雷夫才14 然後寇可摩都16 其實在 在 吉隆坡獵人這邊等級上也有一個不錯的優勢 好在 那其實是完全可以打的 對 那這樣 很開心的不斷的 不斷的強暴對方 對 沒錯 那寇可摩又有拿到 現在是 紅藍雙BUFF 非常的猛的狀態 這個時候 就是大家一起來集氣喔 讓 吉隆坡獵人來打一波會戰 因為我覺得 可以打 完全可以打 對 因為真的打一波會戰 打一個漂亮會戰就可以把比賽 結束也不用說 再必須要這樣農 我們一開始所講的 你要農到後面 根本就變得不是角色優勢 就變成說 誰失誤 那就遊戲結束 沒有他們正在努力要達成33比26的那個比數 現在還有點遙遠 現在一邊還差那個27隻 然後一邊還差16隻 差有點多 33比26 喔對 我想問一個跟比賽沒有關係 那個 加里歐的那個 飛有時候翅膀會震 有時候翅膀不會震 那是本來就是會這樣子喔 他模組版 模組版是這樣子 我以為是說這個Skin才會是這樣子 他是 有時候是震翅 有時候是滑翔 有時候是滑翔 所以上路也是好選的 因為其實上路塔快掉 但很早很早以前塔 就被推到剩一半的血 那這樣的話其實 呃 就算是沒有小兵的狀況 可以進去多彈幾下 其實對於 呃 也是賺的 只要小心不要被勾到 或者是 若是說被嘲碰到 對 那可能就不太好 他們真的很怕 真的很怕 因為 在清兵的速度方面 其實 曼谷巨人的清兵也很快 所以 因為他們清兵也很快的關係 所以這個要去摸那個塔 又不是那麼的容易 那我覺得 加上 聖跟加里歐一直站在非常有威脅性的位置 所以導致可可摩不是很敢上去偷摸那個塔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達到這個推兵營塔的效果 其實這個就是 呃 伊勒利亞在那邊傳送 然後是被抓了 好是被抓了 這個時候呢 可是又一次抓伊勒利亞 會不會再一次是個錯誤 加里歐大絕念完之後呢 目前實在沒有人死 反而是這個追 好追 寇格摩追過牆的大地魯是被解決的 然後聖也追過去 然後聖也被解決了 我就說寇格摩在這個時候的威力已經是 超過曼谷巨人可以說可以承受 然後其實 這兩隻分開來 這個一前一後的去追寇格摩全部都失敗 這個就是 剛才講的這個 解放魔力的人要贏的方式 就靠這個超級寇格摩 那這一波是 就是因為我覺得 加里歐大絕的威力開始不夠齁 其實打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大絕炸完 然後其實只要大絕沒有逮到 臭個摩的話呢 其實就殺不太死人 那加上露露也有腰帶 然後這個大絕下去其實 你可以看到齁 這雙carry都沒有被抓到 兩個carry都沒有被抓到 沒錯 所以其實 莫莉人後面是打得非常的舒服 就是沒有人抓到carry嘛 然後反正就是把對方給秒了 喔 看來很快樂的比賽在 很早的時間 直接就結束 我覺得在漫谷 解放魔力的人這方面 好像有給我們一些不一樣的戰術 像一開始的直接把四塔破掉 退到對方的內塔的 均勻前面的一半的塔 我覺得這跟上一場比賽 就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感覺 因為其實 在之前比賽 我看他們的比賽都是沒有這樣做 都是喔 我跟你慢慢來 然後就中間 喔 打打打打打 五十幾分鐘才想要打回戰 但是剛剛其實在十幾分鐘的時候 就把四塔推到 其實是讓我那個 你很想唱歌是不是 沒有沒有 因為喜出望外 感覺比賽可以很早就結束 我感受到你很想唱歌 我們上次跟觀眾朋友的約定是 六月二十一號你要練好江南 是這樣嗎 所以這邊就要問一下江南練的進度怎麼樣 當然 零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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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然就 我們 我們這個 一天練一句就好了 那你現在這麼長燈板 那我們每次節目上就練個一句 我們今天的教學 每日一句今天就練這個 圈圈圓圓圓圈圈就好 哈哈哈哈 好那 好那 這一場 GPL歷賽的第九號 9號 這個第九場 的GPL歷賽 那是最後是由 吉隆坡獵人隊開湖 對 沒錯 然後吉隆坡獵人隊成功開湖之後呢 是取下了聯賽的第一勝 那擊敗了曼谷巨人隊 那曼谷巨人隊 那曼谷巨人隊就要趕快這個 再接再厲 趕快加油 趕快看什麼時候能夠開湖 那這歷賽的第九場 就在這個地方結束 由吉隆坡獵人取得一勝 好那緊接著呢 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場的賽事 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門神對決 由新加坡先鋒隊出戰台北暗插星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 比賽馬上回來